这就是Walk Media 《选择》 《选择》和《选择》 你观看Walk Media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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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9年在日内瓦的寻找共同点会议 2010年台湾一直扮 扮到现在第十二年 作为筹办的组织成员 我要代表西藏人跟大家说 我们西藏人从1959年开始 在中共的哄骗下 其实我们是在1950年就开始被哄骗 就遇到诈骗集团 没有办法就被骗了 我们就被骗丢掉自己的国家 丢掉自己的家乡 所以被骗到后来 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跟爸爸 在临终的时候送爸爸一段 那有的呢 还跟孩子分离 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儿子说话见面 这就是我们西藏人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们西藏人拥有的不多 但是这个寻找共同点的研讨会 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不是只有讨论西藏 我们把这个研讨会的平台 跟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 反抗集权 还西藏自由 那现在我们最后闭幕 我要请我们的会长 首先我要说大家的全体参与 是第一个成功 今天大家的全体参加 是代表说这个问题 不是一两个人的 这个是大家一起的一个问题 我特别是一个西藏人 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来源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找出来来源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谢中共 因为有中共的这个打压 欺骗人权还有自由的这个 不忍道的行为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类 变成一个很受不了 不得不集合在一起 不得不团结 所以这个时代是那个 我感觉整个人类一起站起来 面对共同的问题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个时候就 身为一个西藏人 特别是要谢谢中共 第二个 然后那个同时 我们都要感受到 中共的这个虚假 还有说欺骗 这种的他的行为 这个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 中国 辛勤工作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时候 就要了解说 不是我们在这个受苦当中 真正的受苦当中 是那个中国很努力的老百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是要再提醒 提醒说 那个不止我们而已 连那个中国的公民都是那个第一个在前面 就是说这个苦 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研讨会就会感受到 那最后就是那个要感谢的部分 那首先要感谢那个前行上面就感谢要 还有南阿满宗教基金会的那个指导 还有那个永久和平发展的那个协助 还有那个民主基金会的赞助 然后福利协会的主办 那这些都是如果没有那个阵型的时候 有很多人的因缘聚合在一起 有少一个 今天的这个活动就不会成办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个方面就我们就会看到说 那个大家的团结的力量 是一个不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了解说那个 我们现在那个面对的问题是 不是指西藏 香港 新疆 蒙古 台湾而已 这个是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整个人类就是要团结在一起 面对同样的问题 谢谢大家